大家好,我们说过包子李十年以来 最大的败笔 当然他自己不会承认 最大的败笔就是所谓的 亲临政策 动态亲临,静态管控 把老百姓关在家里 不让老百姓过日子 不让老百姓吃饭 不让老百姓走路 不让老百姓工作 一搞的还不是一天两天 一搞就是几个月 而且迟不收场 这个东西是他过去十年最大的败笔 本来像习包子这种横空出世的 叫做什么反腐英雄 在中国的历史叙事里面 他是很有市场的 你如果他没有这些个 折腾老百姓的事的话 他真的以后土工自个儿写历史 或者说中国人自个儿写历史 有的人甚至要把习近平 比喻成一个什么明军 真的 把习包子搞成一个什么光 包公之类的明军 但是包公不对啊 包公是一个成像 包公成像 真的要把它搞成一个明军 一代明军反腐成年 年龄亲戒敢于与暗黑实力作斗争 这个是真的 结果他不知道是哪个人大错了 我至今是理解不了 包子为什么要搞这个动态清廉 因为你这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没日子过 中国的老百姓最大的价值观就是过日子 有句俗话叫好死不如耐活着 活着干嘛 活着过日子呀 对吧 如果你都不让老百姓安安静过几天日子 一通瞎搞折腾 完全不理解 不管不顾的老百姓的生活 那绝对我跟你说 老百姓肯定集体要骂死你 绝对的 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有趣的是 细胞子至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孩子拼命的撸袖子 孩子拼命说自己这个东台清零 清台管红 所谓的清零政策 哎呦说什么 说是这个大仁政 仁义嘛 就是人嘛 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仁义理智 信嘛 仁义 有同情心 有理解心 你都不让老百姓过日子 你还说你自己的这种大仁政 而且是毛泽东时代有什么有说法 大仁政 毛泽东饿死多少人呢 完了以后 毛泽东开始大仁政 你真是欺负老百姓没文化啊 虽然中国的老百姓没文化 理解的就差点也不至于 关键是什么呢 毛泽东时代那个时候的人 他没有互联网 他没有见识 他毛泽东把他干死 他还说毛泽东好事有可能 人都是这么傻 是不是 但是今天的时代真不一样 今天的时代是个什么时代啊 是大家随便可以稍稍网 各种信息 你管又管不死 虽然你五毛多 你还是没管死 大量的信息 老百姓都知道 都知道你折腾老百姓 都知道你一个花花公子 你一个他妈的吃喝朋友 操的祸色 你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这两天有人就把温家堡 在这个灾区啊 在这个灾区啊 哎呦 这个在泥地里面汤水啊 哎呦那叫真的年纪也不小了 是不是在那里走 说这个吸包子根本就不可能 吸包子当了十年官 从来没有去过一次灾难的现场 就只有温家堡这种草根出生的棺材搞这个事情 还有人放出温家堡年轻的时候 穿的一条裤子 哎呦那是上大学啊的时候 那裤子膝盖那个地方一边巨大的一个补丁 一个黑色的裤子 补了一个灰色的布 一个补丁 我跟你说 这种这种衣服我都没见过 别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就有人放出这个东西 什么意思啊 寒颤你这个什么吸包子呀 你知道过去的人吃什么苦吗 好不容易过几天日子 你过去的里面的总理 温家堡年轻的时候 穿那么大的补丁的裤子 真的是穷 穷的 我跟你说 他我问了一些个人 他说那个时候有这么一条长裤子穿 还有块布能够补一补 首先有一条裤子 然后还能够找到一块那么大的布 把它补上去 这是好家庭 你要知道 温家堡的家庭是什么 是天津的大户人家温家 人家是这个 爸爸是做校长的 妈妈也是老师 都是知识分子 想起来如此 其他的人 那不饿死才怪了 去了 所以有时候你就借着个东西骂呗 就是你习近平 你他妈的真是 不治老百姓的辛苦 不治老百姓的死活 你在那里瞎搞 最有意思的是 这两天不是要去这个什么 要去香港了吗 沿途还顺着考察一下 勿虚呗 结果勿虚没勿几天 没勿一伙伙 在那里吹牛逼说句废话 结果一伙伙就被这个李克强的人 就直接就给打脸了 我觉得这是今天最好玩的一个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说这个习近平 在湖北武汉考察 你说你当时武汉那地方 出那么大的事情 你也不去看一看 对吧 你这会去看有什么意思呢 说我国的人口技术大 如果搞集体免疫 躺平之类的防空政策 后果是不堪设下个地 我们实施动态清零的政策 是党中央所党的性质宗旨出发 从我国国情出发 确定地 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 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 你说这些话真是 就你聪明 就你共产党的党的性质 党的宗旨高于一切 人家国外的领导人都是250 是吧 他说这些话不外乎 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我说我至今我不明白 细胞组为什么要这样干 真的不明白 到目前为止 最有利的一个说法是什么 说习近平想连任 连任了以后 因为这个就等于是相当于袁世凯过去当皇帝 是吧 人家当年袁世凯宣布自己当皇帝 全国都闹起来了造反 是吧 可以说一片骂身 细胞子也估计自己会遭遇这个东西 因为打播干部终身 这邓小平都不连任 江泽民也不连任 凭什么你连任呢 你跟我说说看看 老百姓会闹起来 他说现在开始掩念 动态清零 静态管控 所谓的清零政策 是为接下来全国老百姓的动乱 做准备 把老百姓控制在家里 这是唯一的一个我能接受的一个解释 我以后 连任了以后 防范全国的大动乱 做准备 直接把老百姓控制在家里 而且选择在上海这个地方搞 其他的我真不理解 为什么呀 你看 就即便是美国的政府 他通过这个疫情这个东西 他成功的夺走了川普的选票 成功的偷走了总统的宝座 他一反过来也得要什么 体谅老百姓的难处 也得要给老百姓发钱 很多很多家庭 美国的家庭都没有钱 你没有钱 没钱买菜 没钱买米 那怎么办 赶紧政府发 一发就几千美金 是吧 他也得要考虑到老百姓过日子 你真饿死人 你这个所谓的政府 那你哪里有存在的余地 所以我觉得 这个西米他干什么 是不是搞不懂 就只有这么一个解释 所以就只能证明一件事情 还是说了无数次的一个道理 哎呦 就这个人 真的就打死不认错误 错了就错了呗 大大方方说 不好意思我错了 向你道个歉 我说过无数次 一个家庭两口子 肯定有吵架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说 哎呀 对不起我错了 这马上就烟消云散了 大家就是掉过日子 干嘛呀 是不是都已经是认错了 中国的话讲 杀人不过头点滴 我都跟你道歉了 认错了 你还不议不饶吗 没有必要吗 日子还过下去吗 哎呦 结果就这么点 所谓的智慧 习包子 共产党在某种意义上 他就没有 中国人也没有 你看有几个人认错的吧 共产党干了多少缺德的事情 就这会儿还说毛主席时代的大忍政 毛主席是大忍政吗 你绝着你的句话 你仔细想想 你说得出口 哎呦 没有几分钟 没有几分钟 真的没有几分钟 特别有意思 他有人算了一下 43分钟 就习近平这个在武汉的讲话发出来以后 43分钟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部 叫工信部 就发了一个通知 很短很短 工信部 通行 通信形成卡 取消信号的标记 为近距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外防书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和动态牵连总方针 支持高效统臭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方便广大用户出行 即日起取消通信形成卡 信号的标记 就没有那些个所谓的 叫什么黄标什么什么南标这些东西了 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出门就方便了 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什么 这个工信部的通知一发出来 只用两分钟 所有人的手机在看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没有所谓的信号标记了 意思就是说你出门就没有人在管你这些东西了 那就稍微要自由点了 否则你出门 首先你没有手机出不了门 其实你出门 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他要查你这个信号的标记 真的是你搞得人家一动弹不得了 真是不生其烦 他过不过下去 日子还过不过 你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个李克强啊 就是等于是在41分钟之后 直接就给这个包子里在武汉的讲话 就打了一个脸啊 打的是七荤八素不得 这是脑冒精花 脑冒精心 土工的内斗是很有意思的 说这个还有一条消息 很多人没注意 也是国务院发布的 说从即日开始 所有的无症状的感染者 一概不记住所谓的你的这个什么疫情的防控的这个数据 就是你可能是阳性的啊 但是你没有任何症状 跟正常人没任何两颜 根本就不用管了 不用不用统计进去了 那就没几个人了呗 所以你会看到没有 一方面是细胞子还在坚持自己的错误 为自己辩护 一方面呢是李克强啊 国务院系统的人 直接就是把一些给绑在老百姓身上的枷锁 或者说是绑在经济运行上的枷锁 就把它给解锁了 你又知道土工的事情呢 挺好玩的啊 挺好玩的 就是我再说一遍啊 细胞子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细胞子没有那么的影响力 它就是一个混不力 它就是一个拿捷 它就是不愿意承认错误 你承认一个错误会死嘛 你的老百姓也是你的子民好吗 是不是 你要爱民如子之 过去老旧社会的话 是不是 你也想什么话 你让老百姓过几天日子 行吗 你不是上帝 你不是神仙 行吗 你不是孙悟空 你啥也不是 你就是个狗屋里包子 承认一个错误 让老百姓该干嘛干嘛 让老百姓吃饭 让老百姓睡觉 让老百姓走路 让老百姓越炮 日子慢慢过 就过下去 你说是不是 干嘛呢 哎呀 所以你发现就是 细胞子其实没有那么想象的强大 它是顺道了 因为要去香港参加七一的这个庆典嘛 完了以后在武汉就放了这么一通批 结果就遭到工庆部 遭到国务院的这个一顿臭耳光 我觉得打得好 是吧 我们做节目 我们思考中国问题 尤其是我 别人有没有 我不管啊 我从来不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啊 宪政啊 要添砖加瓦啊 要战斗啊 战斗个屁啊 中国人有什么资格享受民主自由和宪政啊 因为民主自由和宪政这个东西它去用每个人对自己的那种行为的自虐的方式 你得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错误的 你得承认自己是一个时时刻想干坏事的 然后呢 政府控制你 政府把你限制起来通过法律 是吧 宪政宪政这么制衡嘛 政府要管你 但是呢 谁管政府呢 是不是 一定要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管政府 这个重要的东西是每个人的民情秩序决定的 你每个人都不能管你自己 你怎么可能这个国家有一个宪政的秩序呢 而且就是你为什么要承认别人要管你呢 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承认自己是个动不动就会搞事儿的人 动不动就是个有罪的人 你就是一个动不动会会搞妖蛾子的人 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人 所以一定要有个东西管住你 所以有些话就是 他是一个一说就要说三句 比如说香港有个人叫陈农是吧 他拿起来说中国人是要管的 这句话对不对的 我告诉你 对 且不说中国人是要管 我其实每个人都要管 对吧 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有限的人 每个人都有可能 你如果没有法律的话 每个人都会上天都会作妖 但是问题是 谁管 谁管每个人 谁管中国人呢 那当然是政府了 是法律了 可是他们的谁管政府呢 谁管住政府 谁管住中国的所谓的那个法律呢 法律也得有人管呢 有吗 第二个问题 就中国人就回答不出来 你还有第三个问题呢 所以任何事情 它有三个维度 中国人永远只说一个维度 说一个维度 不说第二维度 你就耍流氓 所以陈农被人骂死了吗 缺德吗 所以对 中国人是要管的 可是谁管中国人 政府管中国人 那政府谁来管呢 政府自己管自己吗 党管党吗 你不开玩笑吗 党也是一群人 党也是一群畜生 政府也是一群人 谁来管他们呢 这个不行 你中国人就不会问问题了 然后就出了细胞子这种人 然后就把中国老百姓 摁在地上一通狂揍 揍完了以后 还觉得自己做得对 还觉得自己是人证 因为这个国家它能好吗 哎呦 真的 谢谢